6月6日,太空探索公司首次完成星艦火箭的試射。 這個標誌著該公司將這款重型混載火箭的研發推向新的高度。 美東時間當日上午8時50分左右,SpaceX在德州博卡其卡附近的STARBASE發射基地發射了星艦火箭。 發射幾分鐘後,火箭推助器成功佔落在墨西哥灣,這是該任務的一個新理程碑。 SpaceX的通訊經理丹霍特說,在發射到太空後,這是我們第一次水上著陸點火,這個太不可思議。 這是SpaceX第一次完整地令星艦推座器反回、控制座推器反回是該公司能定期發射和回收火箭這個長期目標的關鍵。 這是聶英9號火箭的常規做法。發射大約1小時後,星艦明顯再次成功進入地球的大氣塵。 該公司證實,火箭戰落在印度洋上完成任務。 戰前,SpaceX已經在3次測試中發射完整的星艦火箭系統,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取得更多進展和突破。 但在之前的每一次試射中,火箭都未能安全返回。 6月6日有報導說,聯邦貿易委員會正在調查最近微軟和一家人工智慧新創公司的一筆交易。 支持人士透露,聯邦反壟斷監管機構正在加大堆遏守可熱的AI產業的審查。 今年3月,微軟公司聘用了Inflection AI的共同創辦人和部分員工。 另一班人主要領導微軟的co-pilot計劃。 Inflection稱,它的AI模型將管托在微軟的雲端平台上,作為交易的一部分。 據說微軟為Inflection支付了6.5億美元。 當時,微軟發佈公佈稱,它這樣做只是招聘而不是收購。 不過,一位知情人士指出,聯邦貿易委員會對微軟的調查涉及該公司對Inflection的投資是否構成未向政府披露的收購。 兩位知情人士告訴媒體,此時正值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兩個部門的官員 就如何對一些AI巨頭達成聯合監管協議之際。 這些AI巨頭包括微軟、Google、英偉達和OpenAI。 支持人士指,這項監管協議可能在幾日內完成。 司法部的官員將負責監管英偉達。 聯邦密偶委會的官員將負責監管微軟和OpenAI。 司法部亦可能繼續負責監管Google。 所有調查都將集中在這些公司,是否利用它們在AI行業的主導地位, 以濫用和非法行為損害公平競爭。 CNN的通報分析指出,此舉意味著聯邦機構開始對AI產業展開更深入的調查。 AI產業曾激發了投資者的熱情,吸引消費者, 但對AI的監管刻不用換,以防止大規模的失業、歧視和埋欺詐行為。 利亞行的監管協議明確了聯邦、貿委會和司法部的各自角色。 以審查科的巨頭和AI公司是否有反競爭行為。 微軟拒絕對司法部和聯邦、貿委會的協議置評, 但在一份聲明中為它和Inflation的合作關係做了辯護。 微軟發言人說,我們和Inflation達成的協議令我們有機會在Inflation AI招聘人才, 並建立一個能加快發展Microsoft Co-Pilot的團隊。 發言人還說,微軟有信心敦蟲了匯報責任。 聯邦貿委會主席利亞康華警告說, 如果不對AI加以控制,他就可能會加劇欺詐和編曲。 總統拜登之子亨特·拜登涉毒勇槍案開審後, 特朗普非常關注。 不過由於自己在封口廢案中被定罪, 他對亨特表現出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政治攻擊。 根據起訴書,亨特2018年10月購買了一把左倫手槍, 填寫一份聯邦表格時,提供了虛假信息。 而且對一個武器經銷商隱瞞了他仍然吸毒的情況。 亨特承認他確實對可卡因上癮, 但他的律師辨稱他買槍時甚至清醒, 沒有欺騙任何人意圖。 6月5日,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聞網採訪時, 被問到亨特案的庭審情況, 而且話題被引向酒精性癮。 因為特朗普的哥哥小佛雷德死於嗜酒並發症, 他本人就是滴酒不沾。 特朗普說,我有一個深受嗜酒和酒精之薄的哥哥, 這是一件可怕的事。 他一個必可思議的家夥,有著最好的歌聲, 他是你見過最英俊的人, 一切都很完美,但他有酒隱。 亨特的案庭審有很多令人不安的細節, 他的前妻布勒出庭作證時說, 他曾擔心孩子們可能會隨時發現毒品或吸毒獄品。 2015年7月,他在華盛頓特區他們家門楼的燕灰缸裡, 發現了一枝煙斗之後,曾與亨特對峙。 亨特的前女友科斯坦作證說, 兩個人交往的期間,亨特知道自己有毒癮問題。 他告訴陪審團聽,他講過, 無論你清醒多久,你都是個隱君子。 當被問到亨特案的審判時, 特朗普表示同情,並表示他目睹上癮的危害。 特朗普說,就上癮這方面來說, 我認為他們隱君子感到非常難過。 多年來,亨特一直在國會共和黨人攻擊的對象, 他被指責利用父親的副總統職位, 向外國政府和公司鬥受影響力, 以換取利潤封口的商業合作。 拜登堅決否認這種說法, 稱這些指控毫無根據大有黨派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 亨特案開審後共和黨和特朗普競選團隊 基本上保持沉默。 消息人士日前透露, 紐約警察局將吊銷特朗普的持槍去可證。 因為他上星期, 在曼哈頓的紐約州刑事法庭被陪審團裁定犯有34項重罪, 而被定罪的重罪持有槍違反聯邦法律。 事實上, 特朗普去年被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刑事起訴後, 他的持槍許可證就被暫停使用。 6月5日, 消息人士說, 除非特朗普提交法律請願書否則他的持槍許可, 很可能被紐約警察局吊銷。 消息人士說, 目前還未清楚紐約警察局何時會正式吊銷特朗普的持槍許可證。 根據紐約州和聯邦法律被定罪的重罪犯被禁止擁有任何類型的槍支。 法律要求特朗普在7月11日法官兩刑之前交出他所有武器。 5月30日, 封口費案陪審團裁定, 特朗普在為成人電影明星施脫密丹尼爾斯支付封口費的刑事案件中被控的34項偽造商業記錄罪名全部勝了。 特朗普堅稱自己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 並且宣稱要對該裁決提出上訴。 如果上訴法庭推翻了陪審團裁決, 特朗普便可合法保留他的槍。 2023年3月31日也就是特朗普持槍可證被暫停的前一天, 他向紐約警察局交出了他兩把槍, 第三把槍就被合法地轉移去佛羅里達州。 被裁定犯有重罪後, 特朗普如果在佛羅里達州仍然擁有槍, 他可能陷入更多法律麻煩。 根據聯邦法律, 被定罪的重罪犯不得擁有武器, 但可以合法地將槍支所有權轉移給其他人。 6月6日, 一位聯邦法官命令前總統特朗普的長期盟友班農 在7月1日前到聯邦監獄報道, 他是因為無視國會眾議院1月6日調查特別委員會的傳票而被定罪。 早前, 特朗普執政時期任命的聯邦地區法官尼科爾斯暫停執行班農的4個月刑期, 允許他對定罪提出上訴。 上個月, 華盛頓特區傳媒上訴法院合議停一致駁回班農的上訴之後, 尼科斯裁定班農的刑期不得再延後。 6月6日, 馬農因為無視眾議院特別委員會調查。 2021年1月6日, 國會大廈遇襲事件的傳票被判定犯了兩行藐視國會的輕罪。 6月6日早上, 班農透過安檢進入法院時面帶微笑。 附近一個人大叫特朗普, 24之後, 班農笑著和他握著手。 法官宣布最新裁決之後, 班農看下去很平靜, 而且面帶微笑。 他將是第二個因為犯有藐視國會罪而入獄的特朗普政府官員。 目前白宮前貿易顧問阿華羅正在馬亞密監獄服刑4個月。 班農在尼克爾斯作出新裁決之後宣稱, 如果有必要, 我們會一直上訴去聯邦最高法院, 沒有一座監獄或拘留所, 可以讓我收聲。 不過, 目前還未清楚上訴法院或聯邦最高法院會否接受班農的上訴。 今年早點的時候, 納華羅的上訴被駁回, 他隨後向最高法院負責華盛頓特區緊急事務的首席大法官羅帕茲提出類似請求。 然而, 羅帕茲直接拒絕了納華羅面於入獄的請求, 甚至沒有將這件案交給其他大法官審議。 羅帕茲做出裁決的第二天, 納華羅就乖乖地去馬亞密一間聯邦監獄報道。 Dollar Tree日前透露, 他計劃出售或者分拆旗下的連鎖店Family Dollar。 不到10年前, Dollar Tree收購Family Dollar, 這筆交易已經被證明是災難性的合併案。 Family Dollar在全美約有8000間門市, 主要針對城市的低收入消費者, 商品價格通常在1美元至10美元之間。 近年來, 這間連鎖店一直苦苦掙扎, 去年曾宣布關閉900多間門市。 6月5日, Dollar Tree執行長瑞克德林發表聲明說, 這兩間一員連鎖店不同獨特需求導致公司 現在考慮分家, 與Family Dollar不同, Dollar Tree通常是郊區開設門市, 並專注於中等收入消費者。 分析市指出凌亂的店面高昂的價格和過度擴張 一直困擾Family Dollar。 今年來, 即管Family Dollar翻新了數千間門市, 但許多門市的維護狀況仍然很差。 今年, 聯邦司法部以違反產品安全標準為由, 對Family Dollar處以4,160萬美元的倉紀錄罰款。 該公司銷售產品被發現存放在一個老鼠出沒的貨倉裡面, 貨倉裡面到處可見生或死或腐爛的獅子動物, 在該聯鎖店中面臨著來自Walmart和Dollar General等 大型領袖商的競爭激烈。 近年來, 據告不下的通貨膨脹增加Family Dollar的營運成本, 並且擠壓了它的低收入客戶。 近日, 使用戶應該可以創建分法和消費和性主題相關的材料, 此外, 這些材料是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製作和分法的。 各位聲明還說, 性表達無論是視覺還是書面都是可以一種合法的藝術表達形式。 我們相信, 聖年人可以自主地參與和創造反映他們自己的信仰、欲望和經歷的內容, 包括那些和性有關的內容。 過去, 原名Twitter的社群媒體平台X並未明確, 禁止色情內容, Twitter Blue, 亦即是現在的X Premium, 推出之後, 就成為一些承認內容創作者的家園, 粉絲被鼓勵付費, 觀看色情內容, 類似於OnlyFans。 科技資訊網站Verg指出馬斯克收購Twitter之後, 該平台的廣告銷售額有所下降, 而性認內容可能是該平台的另一種收入形式。 X的安全團隊解釋說, 新推出的性認內容和暴力言論, 政策試圖讓規則和執行變得更清晰。 安全團隊發佈在X上一篇貼文寫說, 這些政策取代了我們以前的敏感媒體和暴力言論政策 但我們所反對的並沒有改變。 現在, 用戶仍然被禁止在高度可見的地方分享承認內容, 例如在個人資料照片或主頁頭圖。 新的指導方針也禁止宣揚性剝削 未經當事人同意性行為、密化、性化或傷害未成年人 以及會所行為的內容。 如果用戶經常發佈承認內容, 會被要求更新媒體設置, 以便將他們的圖像和影片置於內容警告後。 聲明指出, X的新政策也適用於人工智慧生成的內容, 以及攝影和動畫內容。 儘管X的新服務條款發生了變化, 但打擊違規講起容易做起難, 今年1月AI申請有關流行天候Taylor Swift的色情內容被廣泛傳播, 但X沒有立即成功阻止他們傳播。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傳播內容, 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和TV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 unexpectedрем untar... 大家做得到, 但是我們好放 ata小狒華強, 我把他冷藏補足了, 等一下再用放封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